那么今天 经文杰作 叫我们要立愈 要深振念 愈是愈望 愈望为什么要立 愈望是轮回的因 你不离开愈望 你就离不开六大轮回 祝福借由司徒 就是佛教化的地区 有四种不同的环境 第一种 我们现在所处的 动乱的社会 多灾多难的地球 身心不安 那这第一种 这叫做凡圣 同居度 地球上 凡人苦难 圣人他安全 他不受这个苦难 也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跟我们不同 维持空间 他能见得到我们 我们见不到他 他们见到我们 震掌大悲心 一种种方法来 帮助我们 而我们自己 并不知道 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 帮助人 救物的方法 就是教学 教学有研究 教学有研究 这最明显的 有深究 做出榜样来 给我们看 有一脚 那要细心观察 这个人的存心 这个人的用意 存心 用意 都是为别人 没有为自己的 这利益 如果做这些好事 把自己的利益 考量在里面 不过分 好事 能够做到 一半为自己 一半为别人 勉强算即可 怎么说勉强呢 他造的这个 叶品品 来身想 得人身 不容易 一定要 为别人 多一点 为自己 少一点 来身 能得人身 那 如果 百分之百 都是为别人 没有考量 到自己 这个人 来身 一定得天身 他身天去了 天有六成天 这六成天的都是 都是为别人 不为自己的人 他们居住的地方 为自己 确实是害自己 害自己 来身 我身天的品位低 完全不为自己 完全不为自己 为别人 来身 身 天 身 天的地位高 不是在 化落天 就在 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是六成天 力的最高 如果忘了 不但不为自己 对我 毫无牵挂了 那这个人 不在于解 为什么 他立誉了 他的正念 正念是五念 是我们经题上讲的 清净 平等 觉 这叫正念 正念 浅的是清净 正念深的是平等 正念达到最高峰呢 那就是大吃大悟 明心见心 就是觉 这个字代表 一定要 一定要 离 离 近似烦恼 得 真念 真念就是 真究 无上 正等 真觉里头 他的真究 阿罗汉 达之佛 的真究 大臣 其性位 以上的菩萨 其八九十 这四个层次都叫敬礼 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又于土 下面两层是清净 下面两层是清净性 上面两层是平等性 上面是菩萨跟佛 下面是神文研究 这都叫做真念 这都叫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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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